你好,同學,今堂會繼續講inversion 來到inversion是你的第二堂 大家如果記得conditional sentence 即是條件句式的第二類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記得if were 這樣的寫法 我們先複雜一下 大家看回這個表 second conditional 我們就講的是一些假設列 假設的時候還是有機會發生的 那就會用到前半句是用past simple 後面就會用would或者could去寫 例如這句 If I had money, I would buy a car 如果我有錢的話,我就會買一輛新車 他用得過去式在前面的條件句式的時候 也就是說他這一刻其實是沒有錢的 但是假若我有錢的話,我就會買一輛新車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有機會發生的事 所以我們就會用second conditional 上條也說過,我們用得inversion的時候 然後呢,都會是一些比較formal的情況 那就是一些假設性的句子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會用inversion的 因為他involved了conditional sentences的一些經常性的用法 都會用inversion的 例如說,我們寫一個寫平出來的話 或者我們去寫一些letter to the editor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到inversion這些句子 例如下面這個例子 If the government were to increase the tax on vehicles the traffic problem would be relieved 如果政府去對於汽車的稅 我們加稅的話 可能那些traffic交通的問題就可以得以舒緩 因為汽車稅貴了,自然消了人買車 道路上的車少了 道路擠失的問題就有機會得以解決 或者得以舒緩 這個很明顯就是第二句式來的 因為這件事是未發生的 即是政府減稅這件事是未發生的 但是假若政府真的減稅的時候 就有機會令到交通的問題得以舒緩 這個是言言實實是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又可以用type 2的sentence去寫 當我們寫一個inversion的版本的時候 我們又是了 我們先找了where出來 where to increase OK 我們把where放在最前面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就是插了if它 然後government照寫 to increase照寫 後面全部一列的照寫 這樣就可以寫成 where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tax on vehicles the traffic problem would be relieved 就是這樣已經寫完一個inversion的版本 我們就會把剛剛我們找出來的這個verb 我們叫做axillary verb 也就是跟conditional sentence one 那一個shut 是同樣的道理來的 還記得我們寫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one 的inversion版本的時候 我們是要塞個shut 然後所有inversion的版本 我們都用shut開頭的 所以呢 我們type 2的時候 那個做法其實同一樣 但是 但是 我們天生type 2的時候 就已經有個where在這裡了 因為 我們是會用past simple的 是不是 例如說if I were you 就已經有個where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就這樣 擺個where在開頭 然後用回剛剛的方法 插足雪 然後矮照寫 toiler照寫 全句照寫 就已經做到一個inversion的版本出來的了 這裡就寫下究竟 詳細我們怎樣去做一個inversion的版本 在type 2 這個大家留給自己看一看 這裡再詳細說回究竟type 2 inversion的basic結構究竟是怎樣的 就是where 加回subject 加to 再加點點點 然後再加豆號 然後再加回conditional sentence 後半那一部分 照寫的 是unreal的case 因為你在用type 2 所以 你看回這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op working 假若我是你的話 我就會停止吸煙了 if I were you unreal的這個case 是不是 所以 就是where are you I would stop smoking OK 所以 記住 我們 rare是沒得變的 rare是沒得變的 我們不會可以改它做was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rare開頭的 在type 2的inversion的時候 好 好 那這個re究竟實際上有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要強調 那個conditional 是基本上真的真的沒有可能的 只是一個很邏輯上的一個假設來的 我們就會放個re在前面 才會用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2的inversion版本的 OK 好了 由於這個回落放在前面 我們就會知道 你所說的這個條件句 這個條件其實基本上真的沒有什麼可能發生的 另一個可能性 你會用type 2的inversion的時候 也是 跟之前一樣 你要加強語氣 OK 加強語氣 的時候你才會用到inversion的 記得記得了 好了 因應有這個句式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延伸到有另一個sentence structure 我們可以記住的 就是re we to have 就是講一些想像出來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沒有什麼可能的未來的一些東西 OK 或者現在這一刻不會是發生的 將來有機會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跟type 2是預出一次的 例如第二句句子 if he were to propose you what would you say 如果 他真的向你求婚 那你會說些什麼呢 你會say yes or no 我們學了type 2 conditional的inversion版本的寫法的時候 又是時候大家做一下苦工了 接下來有一堆的句子 你要寫兩句句子出來的 第一句就是幫大家複雜一下 究竟怎樣寫一個conditional sentence 所以用if的方法寫下一個conditional sentence 將兩句連接起 OK 第二句呢 就要大家跟隱形這個conditional sentence 寫回它的inversion版本出來 那不如跟大家做一做第一條先吧 例如說第一條 there seems to be very little chance of a total ban o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but such a ban would benefit all non-smokers 好了 那麼 啊 我 頭一句呢 就是講 一個全面禁煙 即是公眾全面禁煙 就很少機會 就會實施到的 但是呢 如果真的實施到的話 就會 幫助到 或者有益於 很多不吸煙的人 好了 其實基本上現在已經實施了全面禁煙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句其實不太成立 但是技術上我們試一試它 那麼 我們剛剛說到 因為 是很少機會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用到 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2 對不對 那type 2的結構就是 前那句就是用if 再加simple past 後面就是would 然後再加句句子 所以 頭一句就是我們要改寫它為 一個simple past 那所以 就是if開頭 是不是 if there were to be a total ban o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it would benefit all non-smokers OK 非常簡單 where to OK 加了where to 在這裡 那我們要寫一個inversion版本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要第一 就是把where 擺在前面 然後插了那個if 然後其他照寫 搬字過子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當你寫到頭那句的 的conditional的版本 那大家嘗試完之 我們對一對答案 看看大家對不對 另外提點大家 記住 例如第三句 你看到本身那個句子是用might的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寫conditional sentence的時候 type 2 是要用would 或者could的 所以 might一定要轉做would的 大家記得 記得 因為本身它 只是一個conditional sentence 所以要跟著conditional sentence的rule 去寫回if那句句子出來的 是不是 所以 大家這些規矩 記住 一定要遵守 如果不記得 記住 看回 最初頭我給了一個表 大家記住熟讀 記住 作文的時候 不要錯這些東西 接下來 又有四句 大家又是停一停你的video 用幾分鐘的時間 去 改寫這幾句句子 我們去看看答案吧 我們去看看答案吧 最後兩句exercise 大家經過這堆exercise之後 應該已經很機械化地記得究竟這個步驟是怎樣了 第一就是用會啊 會啊抽在句子最前面 第二個步驟就是 插了個if 然後其他照寫 OK 另一個重點就是 什麼時候會用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寫 二的inversion 就是 你要強調 一 它是真的真的沒有可能發生的 OK 第二 你是加強語氣的 或者是給一些建議的 例如說 政策上的一些建議 你可以用inversion的版本去寫 OK 大家記住這個寫法之後 可以在一些formal的體裁文章上面 可以作文的時候用出來的 今堂要講的是這麼多 接下來呢 就還會有自己的homework 大家可以繼續試一下 溫故之身寫幾句 這個練習就是 叫你用inversion的方法去寫以下的句子 大家試一試 後面就有答案的了 大家 今堂是這麼多 記住回家 自己再試一下寫這些inversion 和溫習conditional sentence type 2的用法 今堂是這麼多 下課繼續 下期內的方法去寫 下課 下課 請我們加油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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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